今天不是明天 今天我们听了神的话 今天我们懂了神的旨意 今天我们要做出蒙恩的抉择 我刚才说过了 我们的得救是上帝的主权的事 但是你今天能够成为多有能力 多喜乐多幸福的一个基督徒 这个是跟你的决定有关系的 那所以我们除了一次性的 接受耶稣为我们的个人救主之外 其实我们天天的蒙恩的决定很重要 那所以各位我们今天 真的我们不是一次得救就好了 因为我们天天还在跟属灵征战 我们天天还在跟世界征战 我们天天还在面对很实际的情况 所以你不选择的话 其实你发现你的路 在地上的路常常被撒旦玩弄 所以人是这样 你不是接受真理 你不是接受神的事实 然后被这个真理保护 我们就是接受很多的谎言 你完蛋了啦 没有人喜欢你啦 你这个什么 就是我们不是接受事实 就是接受谎言 我们不是接受 我们不是享受神儿女的幸福 就是被撒旦摆布 所以我们今天 每一天 我们都要做蒙恩的抉择 那要做蒙恩的抉择 要决断什么呢 你今天要决断什么 所以我们思想四方面的事情 就是 第一 你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先想 你要决断的话 你一生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 今天不是布道会 但是当然 对我们来说 一生最重要的就是 一生有一个保障 一生有一个归属 人生最重要的就是 你遇见你的创造主 能够跟创造主 有一个关系 有一个恩爱的关系 灵魂得救 永生得到盼望 但那个是最重要的 但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呢 我们今天也要决断 我一生最重要的是 我一定要在35岁之前 生一个孩子吗 还是我一定要 在30岁之前结婚呢 还是我一定要怎样怎样赚多少钱 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那个吗 还是 我们一生最重要的是 分别为圣 跟从主 成就主的使命 这个一生的这个决定是 先要搞清楚 因为你的一生的这个决断 会影响你一天的生活 所以想了这个一生之后呢 我们再问 对你来说 一天里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一天里面最重要的抉择是什么 所以 我们今天就要决定 我们早上一起来就有决定要做的 我们早上一起来呢 我们就要思想 我们就要决定 我们就要面对一个抉择 你一开眼睛 你的意识醒过来的时候呢 你马上有一个抉择的 我是要先朝见上帝 得神的充满 保护我的心怀意念呢 还是我要先急急忙忙的 做很多东西 叫我的心乱七八糟 心慌 心慌什么 我的成语 心慌慌的 还是呢 我是早上起来先朝见神 得着能力 然后才可以爱我的配偶 才可以对我的同事有耐性 才可以凡事歇恩的这样度过一天 所以已经有一个抉择 一开眼睛 先被神充满 还是被你的爱人充满 你爱人的表情 然后也影响你的心情 所以这个是要决定的 然后我们一开眼睛的时候 我们也要决定 我们一天的生活里面 我们是要被人的话 被世界的声音 被很多环境的事 影响多呢 还是我们要一直提醒自己 我们要被神的声音 神的同在影响更多 我们一天里面 什么是最重要的 我们一天里面 我们要决定 我今天 我们每个人一天要处理很多东西 有些人是处理家里的事 有些人是处理孩子的事 有些人是处理工作的事 学业的事 那你要问 那我今天要处理这么多的事 处理这么多的人 我是要按着血气 按着情况来反应呢 还是我要决定 我凡事我要慢下来认定主 寻求圣灵的感动 然后才来反应 其实这个是我们一天里面 我们要决定的 你决定是你的事 各位决定是你的事 帮助你完成那个决定 是神后来会帮助你的 那所以一天里面 什么是最重要的 那为了守住这些 一生一天的优先秩序 下面第三 我要问的是 我们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应该 我们生命里面 有没有一些 不是那么蒙恩的东西 是我们要开始逐渐调整 不然的话 那些不蒙恩的东西 会摧残我们 那大致上我讲到 不是很蒙恩的东西的时候呢 可能大家都会觉得 这样就是不要犯罪咯 谁不知道不要犯罪 但是具体的我们要问 我们要查验 具体的 我们一天要蒙恩的话 有什么东西 是我们要越来越少做的 比如说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比如说在我们花钱方面 比如说在我们娱乐方面 我们要选择多长的娱乐 有些人是娱乐八个小时 做工三个小时 所以你要怎么选择 然后有时候我们 为了要维持 这个一天的优先程序 优先次序 我们要怎么调整 我们的话语 我们的口气 我们跟人的话题 我们谈话的内容等等 这些是我们在选择的时候 我们要想过一下 一天的生活里面 有没有一些东西 是我们应该减少的 减少埋怨 减少浪费时间 等等等等 然后第四呢 就是有没有一些东西呢 是蒙恩的 我刚才是第三次讲 有没有一些不蒙恩的东西 我们应该少做 逐渐的调整 那第四是有没有一些蒙恩的东西 是我们可以开始更深入 然后更触碰 更接触的 所以 其实这个东西是我们问自己的时候 这个东西是可能是一些新鲜的 可能是一个新的挑战 可能是新的一些人事物 可能是一些 你明明知道神要你做 然后你一直delay 你一直没有做的 特别 一个很简单的 我们不要讲太复杂的 什么新的人事物挑战 其实有时候 我们可以开始做的一个东西 一个抉择就是 可以先决定 从今天开始 我要功课几身 叫身服务 就是discipline your body 就是管理你的身体 管理你的欲望 管理你的情绪 然后不是被你的情绪管理 不是被你的欲望管理 其实 有些东西是 我们可以从今天开始 就慢慢慢慢的 越做越好